谈到说了解心经 我们必须了解究竟佛法的真理是什么 如果了解佛法的真理是什么 心经就不难懂了 那么佛法的真理是什么呢 我们谈不要说佛法的真理 讲真理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放诸四海皆准 颠簸湖泊 超越时空 很幸运的是佛法刚好解释的就是真理 本来真理跟信仰没关系 它是超越时空的 超越宗教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真理呢 可能我说一个真理 你说的真理 他说的真理 这样就不是真理 真理是跨越所有的一切 否则就不叫做真理 那么怎么样来让我们更容易了解 什么是真理呢 我们先从另外的角度来看 就是真相 宇宙人生真正的现象是什么 大家可能一讲出来 大家都容易懂 否则的话 你说这是真相 我说那个真相 那么就不是真相 那么我想请问我们的薛师兄 在你生长到快65岁的这个年纪里面 在你的感觉 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可以告诉我 就是放置四海皆准 就是 可以永远是 不破的定力 就是永恒的 你到底是什么呢 你可以讲出个内涵 内涵啊 你讲出来大家都听得懂 你说永恒不变 永恒的这些东西 那到底什么一定是永恒的 你讲出来大家说 是有道理的 是这个样子 但你这个讲的还是属于真理的部分 我是讲的是真相 真心 真理是解释这个真相 那真相是我们都可以体会到的 到底什么是真相 你可以告诉我 真相就是 真正的现象 宇宙人生真正的现象 它是放出四海皆准 也是一样 放出四海皆准 垫不破 超越时空 它超越了人事物 不是只有生命的 也不是只有物质的 它包含所有人事 事件也包含在面 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你能够讲出真相是什么 然后就可以用来了解真理是什么 因为真理是在解释这个真相 真相就是 大家都会相信的 大家都不只相信 它绝对承认 相信还是属于信仰的 你这个承认就是这个样子 跟信仰没关系的 你是基督徒 天主教徒 佛教徒 无畏无论的 无信仰的都承认 那才叫做真相 佛教徒就不是真相 你知道是什么吗 那个是什么 变化 变化 记不记得 变化 所有的东西都在变化中 你说我们全世界七十亿人口 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黑人 白人中国人日本人德国人哪一国人都没关系 从母亲生我下来到今天不管是二十岁三十岁八十岁一百岁都在变化中 没有变化你长不大了 是不是 小毛小狗 动物小鱼 也是在变化中成长 是不是 山河大地也在变化中 一个小数字 变成一个大数目 就像我们练去旅游看了很早以前 它很小的时候 还在变化中 我们去看羊马文化 两千多年的羊马文化 可是现在都没有了 它也是在变化中 是不是 说到变化 我又打断您一句话 十五年前 我看了一本书 叫做《青道深处最孤单》 人孤独 人孤独 我那时候就感到很惊慌 我说 这天下既然没有永恒的 我那时候很惊慌 我因为说 夫妻啦 所有的东西 都应该是永恒不变的 因为我那时候就开始了解 什么叫无常 就是变化 就是无常 不介意 大家很惊慌 我们一起来看